第七百三十四集 砰一声响 一颗子弹击在路旁边的一颗碗口粗的树上 击出一个大洞了 那要说叶浩轩最恨的职业是什么 那就是非狙击省莫属了 这些混蛋们喜欢隐藏在暗处 就像是黑暗中的毒蛇一样 冷不防的就给你来这么一下子 所以叶浩轩最恨这些家伙的 因为他们从来不正面和自己的敌人交锋 总是喜欢躲在暗处 这一枪刚躲过去 安玉竹还没有从震撼中回过神来 因为他还没有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羞羞鼠声轻响 在叶浩轩的感知之中 又有舒克子弹从不同的方向射 这一次埋伏在四周的狙击手竟然有五六名之多 如果是自己一个人 叶浩轩自信不受一点伤害 但问题是他怀里还多了一个安玉竹 或许自己能不受一点伤害 但安玉竹是必死无疑的 叶浩轩揽着安玉竹一个闪身 闪到了大陆旁边的一个深钩之中 感受着背后男子身上浓浓的男子气息 从来没有和男人如此贴近过的安玉竹 感觉到自己几乎无法呼吸了 他定了定神 有些惊疑不定地问 发生什么事情了 又杀手 叶浩轩的神经就像是一根弦一样 紧紧地绷着 这一次来的庶民狙击手都是隐秘高手 以他的感知力只能感应出他们大概的位置 但是不能准确地锁定他们的身形 杀手 安玉竹吃了一惊 怎么会有杀手 他们要干什么 杀手当然是要杀人的 叶浩轩没好气地说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嗖嗖树声响 树颗闪光弹落在了叶浩轩和安玉竹的身边 闭上眼镜 叶浩轩一把将安玉竹按在了地上 同时紧紧地闭上双眼 砰砰砰树声响 这几颗闪光弹轰然炸开 即使是闭上眼睛 炽热的光滑仍然能刺的人双眼灼热 树颗闪光弹炸开以后 叶浩轩心中一领呢 他的感知之中 数个拿着加特林多管机枪的人 正在向着他和安玉竹所在的方向 围了过 而有些人手中的机枪已经开始旋转 这种一秒钟能发射数千发的子弹 一般人是真的扛不住 或许叶浩轩能在这枪林淡雨中逃生 但安玉竹绝对不行 叶浩轩一把抓起不知所措的安玉竹 翻过深坑 然后向着大陆一侧的树林里面跑了过去 几乎是在他逃离的同时 身后的枪声响起 六管机枪强大的杀伤力 迸发出了阵阵火热的光景 在夜空之中显得极其的炫异 叶浩轩拉着安玉竹一路狂奔 安玉竹平时缺乏锻炼 只跑了一小会儿 他便气喘吁吁的 有些上气不结下气 我 我跑不到了 我要死了 安玉竹感觉喉咙里像是火烧一样 刚刚跑那一小段路 让他精疲力尽 他靠着一棵小树想要坐下 但还没有等他坐下来呢 叶浩轩一把将他揽过 同时顺势在地上几个滚落 几乎是叶浩轩拉开他的同时 一抹寒光一闪而始 紧接着一个浑身上下 都裹在黑袍里的黑衣人 像是鬼魅一般的凭空出现 他手里拿着一把 泛着凛冽寒光的剑 随着黑衣人的出现 四面八方一阵微不可闻的脚步声闪过 六名黑衣人围了过来 把叶浩轩围在正中央 这些黑衣人无一例外的黑不蒙面 像极了武侠电视剧里面的刺客 他们只露出了一双眼睛 叶浩轩与他们的双眼对视时 心中不由自主的一尘呢 这些人是死士 他们的双眼几乎全是白眼珠 黑眼珠几乎只有针尖一般大小 形象看起来极其的恐怖 嗖 一名黑衣人动 他手中的长剑 剑气若长红 向叶浩轩横展而来 在他出动的同时 余下的六名黑衣人 手中长剑向前一指 数个人快速地结伴 结成两人一组 然后手里的长剑向叶浩轩指来 叶浩轩骤然后退 他右手向前一伸 对着那名横展而来的黑衣人 手中的剑尖轻轻地一弹 嗡一声响 那名死士手中的长剑 再也无法牢固地把握 他的右手剧烈地一晃 连人带剑被叶浩轩弹了出去 与此同时叶浩轩右手一叹 一把将另外一名死士手中的长剑 夺在手中 他手中长剑快速地舞动 叮叮叮一阵清脆的声音响过 他把跟前所有死士手中的长剑全部隔开 七名死士汇聚在一起 右手长剑齐刷刷的指向右眼 他们的情况有些不像是杀手 倒有些像是一队训练有素的杂耍团一样 但是他齐刷刷的剑尸不是杂耍 他们是真真正正 随时都能够要了你的命的杀手 突然 左侧三名杀手几乎是同时一个空翻 向叶浩轩齐袭而来 而右侧的杀手与此同时也动了 这七人结成的剑阵首尾呼应 暗和阴阳两仪之事 攻守有序 是一个非常精妙的杀阵 杀伤力极大 被困的人想要从这剑阵里面脱身 是颇有些难度的 叶浩轩一声大喝一双肉掌赢了上去 他并没有抽出修罗的意思 因为他一旦抽出修罗 这些家伙们无一例外全部被染成肉酱 尽管他现在已经彻底地控制了修罗 但是他隐约地感觉到 自己现在对修罗有些太过于依赖 动不动就拿出修罗来 一招把对方秒杀 那样不但没有意思 反而会让自己实战经验倒退 眼前这七个死的事 是绝好地提升战斗技能的机会 他双掌一分 双手看分阴阳 双手快速地屈他 叮叮叮 随着一连串的声音响过 这六个人全部被他弹翻了出去 同时叶浩轩右手虚空一抓 那掉落在地上的剑鱼 骤然飞回到他的手中 他迎着那一名手中没剑的死尸 冲了过去 手起剑鱼 搜 那死尸脖子里出现一道剑鱼 那人面无表情 然后软啪啪地倒在了地上 他把一人掌握之后 反身迎着另外的数名死尸冲过去 手中长剑在那瞬间捂成了剑花 庞大的浩然真气灌注在长剑之上 让手中的长剑发出嗡嗡的声响 他每挥出一剑 长剑都会在半空中留下一个透明的伪迹 六名死士手里的长剑几乎是全部被斩断 叶浩轩一波攻势刚刚落下 他一声长啸 另外一波攻势马上开始 他的身体化作了一条残影 在这些人的正中间穿梭而过 六人的脖子要害处都多了一道血痕 然后接二连三地倒在了地上 片刻后便没有声息 从始至终这些黑人都没有划出一点声音 他们除了攻击之外还是攻击 这些死士有些类似于多好人 他们从小接受着艰苦的训练 他们的眼里除了杀戮还是杀戮 死士是最可怕的 因为他们没有痛觉 没有感觉 一旦锁定了目标 他们就会用自己的一切能力 与之拼搏 不死不休啊 叶浩轩抛下了手中的成见 他已经意识到 这些死士是冲着他来的 至于是谁派来的 他心里有数 你没事吧 叶浩轩拉起一边的安宇竹 安宇竹几乎被吓杀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形的他 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 那些人带给他的冲突实在是太大了 没 没事 安宇竹定了定神 把手递给了叶浩轩站了起来 那些人是什么人 安宇竹定了定神问道 这些誓死士 是专门培养用来杀人的工具 一旦被他们缠上 就会不死不休 要么他死 要么我们死 叶浩轩淡淡地说 可是 怎么会有杀手 安宇竹不明白 放心吧 他们不是冲你来的 是冲着我来的 叶浩轩淡淡地说 你应该知道 因为医院和医药连锁店的事情 好多人对我不满 找些杀手对付也是正常的 其实叶浩轩心里清楚 这些死士的实力薄弱 绝对不可能是普通人 能找得来的 他这样说呀 无非也是让安宇竹早点安心吧 那你岂不是很危险 安宇竹担心地问道 不危险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喝的吗 叶浩轩笑了笑 他拉起了安宇竹的 不用担心 回去吧 后面还有枪手 嗯 安宇竹点点头 和叶浩轩一起离开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感觉自己的脚不能动 他低头一看 头皮不由自主的一炸 几乎要瘫软在地上 一双手 一双惨白的没有一点血色的手 正抓着他的脚踝 他明显地感觉到这双手的冰了 安宇竹花容失色 他惊声尖叫道 随着他的这一声叫声 刚刚倒在地上的几个人 突然又全部站了起来 他们好像是事先商量好一样的 几乎是同时向叶浩轩席来 当然 死人是不会商量 他们之所以突然同一时间涌起 那只有一个可能 他们被人操纵了 在一间极大的别墅里 林天奇的跟前放着一个罗盘 在罗盘的上面有七个指人 随着他的右手捏绝颂咒 这七个倒在地上的指人 缓缓地站起来 我祖传下来的大名沙字诀 我要看看医生能用什么方法破解得了 林天奇的笑容有些争议 他右手一掐向前重重的抑制 六张指人上骤然亮起了一个血色的转体 叶浩轩猛地一拉安语竹 躲开 他迎着这七个人攻了过去 他右手双指一去 对着前方的那个人喉咙处压了过去 一指索喉 他明显地听到咔嚓一声响 但是当他撤手的时候 这个人却又如影随形一般地涌了过来 叶浩轩刚才那致命的一击 对他并没有造成一点实质性的伤害 叶浩轩右手虚空一抓 刚才掉落在地上的剑 自行飞回手中 他一声尘鹤真气凝聚 对着正前方的那个人的脖子一键斩去 锋利的剑身上凝聚了叶浩轩的浩然真气 如果正常情况下 这货的脑袋会被叶浩轩直接斩飞的 但是结局却是出乎叶浩轩的意料之外 叮一声响 叶浩轩这一剑好像是斩在了什么金属上一样 他手中的剑突然断为了两截 叶浩轩吃了一惊啊 这些人的身体难道比钢铁还要硬吗 不然的话怎么解释他刚才那一剑蜈蚣呢 不急多想这数个人围了过来 他们的行动稍稍的有些不便 但是他们的力气却是大的出气 他们团团的把叶浩轩给围了起来 伸出手就向叶浩轩的身上撕去 叶浩轩身孕五行之力 对着他正前方的那名死士一掌轰了过去 呼 透明的掌印在半空中划过 强大的冲击力足以媲美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 叶浩轩拳头所向披靡 尽管那名死士现在已经没有了自主的意识 但是他还是被叶浩轩一拳砸飞 碰 一名死士倒飞出去 叶浩轩打开了一个缺口 他快速地向擒一冲 然后翻过身了 一掌切在一名死士的脖子处 碰 那名被切的死士身子一斜倒向一边 但是这一掌并没有真的伤害到他 相反叶浩轩感觉到自己的手掌处一阵生疼 这家伙的躯体简直就是铜皮铁骨 除了古代一些人练就的铜尸外 没有什么人的身体能达到这种强度 难道眼前的这几个人已经达到了铜尸的等级不成吗 司机与此 叶浩轩微微地一惊 这不可能啊 这几个死士之前明明是活人 在这短短的片刻是不可能化为铜尸的 司机与此 一名铜尸又攻了过来 叶浩轩一个闪身身形后撤 然后一拳哄出 把这个铜尸远远地逼开 这些家伙的行动能力有些不便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叶浩轩恐怕真的拿他们没有办法 尽管这样 叶浩轩还是在这些死士中窜来窜去 以方便找到他们的破绽 不过一时半会儿破绽真的不好找 安宇竹在战斗圈子外面一直是心惊胆战的 他没有接触过七门江湖 他怎么也想不通 这些人明明已经死了 怎么会突然有火管 而且看他们的实力好像比以前更强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个时候 他只觉得脖子一紧 一双大手捂住了他的嘴 在他发出喊声之前 这双大手把他制止 叶浩轩情之不妙 他一转身 只见一名大汉把安宇竹揽在怀里 他手中拿着一把匕首 正抵在安宇竹的脖子上 事到如今不能再和这些人缠斗了 叶浩轩右手一抽 三尺修罗出现在手中 他一声抱贺战意凛然 手中的修罗向前移送 正中正前方那名死士的胸口 那名死士不停地颤抖 片刻后化作了一团结辉 修罗所到之处是所向皮靡 片刻之后 这七名死士尽数地死在叶浩轩的手中 在那间别墅之中 看着一眼前 已经化为一团指挥的七个指人 临天其目瞪口呆啊 他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方才用指人操控着这七名死士 这些死士是他祖师传下来的保命手段 堪比同事 他刚才明明看到死士占了上风 可一眨眼 这几名死士却死得干干净净 事到如今 他也不敢再有所耽搁了 因为他清楚 叶浩轩一定知道 这是他动的手脚 如果叶浩轩和李延新杀上门来 他只有等死一徒 他当机立断地从一间测室里 拿出了一个背包 他打开背包 只见里面有一叠美钞 还有树根金条 这是他一早就准备好逃命用的东西 做他们这一行的一直有种危机感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些东西会在今天派上用着 他把背包背在身上 一边向外走 一边拿出了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 林天时 你考虑清楚了吗 对方传出了一个音色色的声音 我考虑清楚了 我愿意和你们合作 但是你们现在要先救我 林天奇一边急急地向外走 一边说 去机场吧 那里有一架砖机是专门为你安排的 你乘着砖机赶到窩果 在那里会有人接待你的 这个声音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林天奇把手里的手机丢到了椅边的下水道里 然后出门拦了一辆出租车 便向机场的方向赶去 解决了七名死事 叶好转转身道 把人放了 你是冲着我来的 那名脸上涂着油彩的大汉 见叶好转三下五出二 就把自己的劲敌解决 这份实力不是他能够拥有的 他阴瑟瑟地一笑道 把你手里的武器丢到远处 然后双手抱头 慢慢走过来 叶好转一眼把手里的修罗丢到了一边 然后双手抱着脑袋 走到了这个人的跟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